每一位月薪都用露雨的網上 特別在今年後的前期 我們分享跨中台南 台灣露雨的發展成立 要在北部中部福建 在北部中部福建 也正是進軍台南 口大航路 雖然副指導趙青退也代表 這本來應該是起點的啦 起點的應該是在這兒的 這頂的應該是在這兒的 321 請剪載 旅遊家旅遊正式開幕 國境開放預估 現在的評估應該是在9月10月 剛剛副總也有在聊到 這個短短的時間裡面 我們的旅遊家已經做好了 萬全的準備 我相信今天在台南駐點 從台北台中南台灣 我們是台南第一點 比高雄還早進駐 可見說他們 但這些旅行業者 對於台南的期待 跟接下來可能在議後 報復型的旅行 都很開始 大家表示 這個當然來 對他們的衝擊真正很大 不過就因為更是 路由的日前 和看著台南得完 向台路由信心 所以在台南 剛才經營的路由 也會把一些 到處家邊餐點 讓消費者的 慶善空間 和平的路由生平 都是要有遺憾的體驗 很秉實的邊玩邊買 所以我們 將國外的伴手禮 也引進來 然後另外 我們將邊玩邊學 我們也在今年成立了 遊學的公司 就是說未來 有一些多元服務的概念 去面臨 像之前一般傳統的旅遊市場 那當然有一些 比較不一樣的 我們也在積極的 在去看市場的變化 因為 國境不知道什麼時候開 未來也沒有一個確定 我們也只能說 身在其中 來去跟著它轉變 跟著它做 滾動式的調整 路由完畢無其中 創人的商業 會帶領轉型的核部體驗 來進軍台南 用某某的信心 來用這新鮮話 帶動路由政党 帶來新聞 關於蔡古的 可以了嗎 好 非常感謝 好可惜